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课纲的重要性在于 第一个是政府怎么样看待性评教育 它会跟生命教育一样重要吗 如果是一样重要的 它当然就该有个课纲存在 它应该是明文标示出来的 它可以让所有愿意教性评教育的老师 语法有据 可以好好跟学生说 你们到底要怎么样 哪一些的性评教育内容是可以教的 性教育内容可以教的 经济教育内容是可以教的 大家可以走过去把你手上的纸条 贴到品牌logo后面有一个双面胶 把双面料撕掉 记得垃圾放到你的口袋里面去 不要丢在路上 然后贴到象征玫瑰少年的玫瑰上面 贴到象征玫瑰少年的玫瑰上面 提醒教育部 提醒教育部记得 有非常多非常多细草 热情供员在学校里面 在高售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的全面 像我早上在基隆的社会领域的 课纲的公厅会 然后呢就有一个老师说 他觉得课纲非常重要 因为在他的学校 唯有课纲 他才可以跟他班上的小朋友讲说 到底要怎么谈恋爱 到底要怎么要计决别人 到底保险套是什么 而这样才有办法保证他 被家长告以后会没事 因为他就在家里 他就在教室里面 跟小朋友讲说 谈恋爱会使用以后 马上就被家长告了 10月12号的行政法院判决 讲得很清楚 现在因为立法院还没有修法完成 所以扑政事务所仍然无法有依据 来让同志来登记 因此 因此 现在虽然属于违宪的情况 但是 无法依法有据 让同志享有权利保障 修法了之后 修改通过的法律 其实远离了大法官视线的意志 反而变得笨保守跟倒退 这是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 大法官特别说 如果接下来两年 立法院没有完成修法的话 同志们可以拿着 诗字七十八号的视线文 去护政事务所登记结婚 大家以为这样就没事了吗 所以两年后我们就可以 除了登记结婚之后 真的其他就没事了吗 我们可以跟其他的异性恋婚姻 一样享有平等的 配偶的 权利保障了吗 这是不一定的 反对生意性也是正常的 但是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面 当你有反对的时候 你有提出一个合理的 这是一个好的理由 你不能随便说 我没有反对同性恋婚姻 因为同性恋婚姻算质 这个没有真实的根据 所以是天见 重于真实的理由 他们全在于全种教会 跟社会里面 我们每个人挣扎 跟他们不能接纳 我们都用行动来让他们知道 我们是有权去争取 我们应该有的 也没有违反正经 也没有违反公义 现在姓平各纲 从九年一贯 我们是独立的一个纲 到十二年国教 已经很悲情的 被列为妇禄 我们不是独立一个纲 被踢到妇禄去 而现在互加盟 他们不停的在里面 用各种方式施压 包含像我是课审委员 我们课审会里面 也有互加盟 我们的家长委员 几乎都是互加盟 就是他们会在委员会里面讲说 统治是传染 艾滋的途径 都还是有这样的人存在 那他们想做的 就是想办法说 把附录的性别评的课纲 也一起拿掉 那只留下性别平等教育的这几个字 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 原因就在于 如果只留下性别平等教育 他们就可以拿这个名字 去跟别人说 性别平等教育就是讲 男就是男 女就是女 两性就是两性 没有什么多元性别 这就是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一直很希望大家出来可以关心克刚的状况 从美国来的爸爸他们非常的支持同志家庭 然后现在一家人都走散了 所以我要顾着他的孩子 好他今天是妈妈兼保姆 可能很多人在很多场合看过揪咪 但是我觉得像这样的同志家庭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再而三再而四再而五再而六的被大家看到 因为很多人觉得同志不会生小孩 这个是错误的想法 我们今天大概有大概五六十个小朋友是来自于同志家庭的孩子 那我知道这边有现场很多年轻人也想要生小孩 大家先想清楚 小孩非常的累 非常的花钱 可是一旦你生下去 我们就要无穷无尽的爱他 就像我们希望我们的父母 要永远的爱我们一样 我们也要永远的爱他们 我们在这边呼吁这个政府们尽快处理同文的法案 那现在其实立法院已经准备好去投票了 但是这个法案一直卡在这个行政院自己没有提出自己的版本 那行政院这边要尽快的提出 希望千万不要再拖延 因为再拖下去明年可能是选举 那选举一年完过后又到2019 那2019有可能时间不到 就是事情会越来越多 然后越来越复杂 所以我们希望说最慢最慢 是今年年底或是明年一月的时候 我们对这件事情可以有一个处理 那如果说法律没有办法保障我的孩子 也没有办法保障我的太太 我的孩子的唯一的抚养人 除了我之外就是我的妈妈 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我妈妈已经六几岁了 还要照顾一个才四岁的孩子 我不知道他可以照顾他多久 昨天我妈妈刚去癌症中心检查 她终于确诊说她没有癌症 可是一个六十几岁的老人她跟我说 她从检查室出来第一件事是告诉孩子 婆婆很开心可以陪着你长大 你这种话语你知道多令人伤心吗 我们为什么要承受生离死别 为什么我们明明就很开心的每天过日子 可是我们却不知道法律可以保障我们多久 我们还有多少的日子 感谢观看